过年过节回家团圆 但是他们依然坚守岗位 中国大陆北京紫金城 23只侦察犬从早到晚紧握为安使命 即使今年是属于自己的苟年 也不能卸下重责大任 紫金城去年吸引1670万人次参访 里头的历史珍宝更是数不深数 平时就靠这些鼻子灵敏 反应迅速的侦察犬来守护 除此之外 非洲肯亚这五只追踪犬 也有类似使命 年仅五个月大 就要守护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内的自然资源 在这里有超过百万只的野生动物 同时也是上万只迁徙动物 每年的必经之地 容易引来不孝盗猎人士 闻出枪支和人造陷阱 这些追踪犬是阻恶非法猎杀的最后一道墙 曾在一天内找出511处盗猎陷阱 镜头转向美国纽约 这群小狗一样不得闲 在与小动物相处中 学会同理心 责任心 培养坚毅性格 这些训练有素的小狗 为孩子们上了一堂人生课 在当前天灾人祸的乱世之中 心寒的人们尤其需要 疗愈毛小孩的忠心评伴 大爱新闻 留人好兵役